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梁仙琦 我是魏翠文 香港青年協會N21媒體空間 今年繼續在書展設立N21青年新聞中心 我們和100位年青人相於為期一個星期的書展做採訪 第24屆書展 今日揭望 主題是從香港閱讀世界 閱讀令世界美好 今年的書展參展商破紀錄有560間 而大批市民消組到書展搶購心儀的書本 由關院堂報道 書展昭造揭幕 大批市民衝入會場 今年書展的安排是怎樣 今年比上年遲了放人進來 衝進來有點亂 開頭 部分人早有準備 為的是買到心頭號 訂閘書 買些書 還有買一些寶寶的書 你的預算是多少 一千元 其實訂閘書 我想二千元左右 今年又超過五百個參展商 有參展商看好今年消情 你覺得今年書展的氣氛 現在開始了 剛開始我想應該是非常熱鬧 跟往年一樣吧 那你們今年會預計 會買書的消情 消量 會在商店裡面 我們會挺樂觀的 會有 我們認為會有增長 這樣 因為今年都有很多新書出來 也做了非常完備的準備 然後今年我們的展台 也會比較有特色 所以應該會吸引到 比較多的讀者來 所以非常的樂觀 也有首次參展商說 暫時未能預計整體生意壓 10點一開始 大家一起奔跑向同一個方向 當時我的期望是非常大的 誰知當我跟著他們奔跑回來 我們的攤位的時候 發覺全部人都不是來我們攤位 那就是有點失望 為期七天的書展 由星期三開始 星期五、六會延長開放時間 至五夜十二點 M21 News記者關遠堂報道 受最低工資和物料加價影響 今年書展有個別的書商加價 亦有經常行書展的市民說 今年買書會謹慎一些 由李卓民報道 書展吸引560個參展商參加 賣的書角色其色 有書商說 今年出版40至50本新書 受成本上升影響 他們賣的書都加了價 應該有調升了一些 稅低工資或者物料都加了 應該起碼有700個巴仙增加 亦有書商今年都不敢加價 我們想保持我們的價錢 可以吸引舊的客戶 還有不加價原因是因為想吸引 一些新的客戶 和往年差不多 沒有特別加價 主辦單位預計 今年整體的入場人次達到100萬 亦有經常來的書迷說 會為子女買一些盡修華參考書籍 預計會買3000元 因應部分書價加了 他說會謹慎些 之前可能有二三十元一本特價 那些 現在可能他們又少些 或者是最後那天才推出 但現在買就會謹慎些 有些買三本要七五折 我就去那間買 也有書迷說 今年買書的價格變化不大 所以價格仍可以接受 M21news記者李卓文報道 今年的書展 有多間參展商出版涉及社會的政治書籍 有出版商說 以往的政治書會較受成年人歡迎 但近年也吸引一班青年人 有陳雪晴報道 近年政治議題不斷 多間書商乘機推出 講政治及時事的書籍 諷刺時弊 佔中或者是補選下的那些書 大概會買多少 我想兩至三本 都不會很多 我想二百多三百元 有書商說 以往多數是成年人買政治書 但現在情況有點轉變 近這三四年 就會多了一班中學生 或者大學生看 即是說多了一班年青人看 那為何會多了一班年青人看 主要就是因為近來的香港氣氛 令到很多新一代的年青人 他們對香港的問題就有關注了 所以近期就多了一批年青人 關注自己香港自己本土的問題 他說 以往出版的政治書籍 以漫畫笑話為主 近年的政治書 多數以論述觀點的居多 M21news記者陳雪晴報導 隨著電子書的普及 近年書展也增加專區 推廣電子書 還有全新的電子書售賣機 由曾榮林介紹一下 這個電子書售賣機 有不同的書籍給讀者選 好像旅遊、語言和藝術等等 讀者喜歡哪一本就選哪一本 他們可以用八達通比錢 亦有電子書商推出手提掃描器 給用家製作電子書 我們是因為看到現在很多人 想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電子書 或者收藏自己有很多 叫做hard copy 即是一些實體書 想轉入一些電腦上看 我們就出了這個流動掃描器 幫他們去做 有來專區的市民對電子書有保留 如果是用類似iPad或者Android那些 那些看就很辛苦 因為它本身的螢幕很乾 或者你的PC看都是很辛苦 即是跟你普通看一本書 就辛苦些 他相信電子書具發展潛力 希望政府可以多些推廣 M21news記者曾榮林報導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書展速遞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聽聽好書 在書展期間 香港青年協會將會推出十本書 而今天我們請了其中一本書的作者 Kenneth來和大家聊聊 你好Kenneth Kenneth 可否略略和我們介紹一下你的書 其實這本書叫做 打工旅人工作假期六國字 其實顧名思義 六國字的意思是有六個國家 包括會有澳洲 紐斯蘭 外爾蘭 德國 日本 以及加拿大 其實這本書都希望可以講一下 譬如 有些甚麼需要準備 打工作假期的困難 又或者是 到底我們會有甚麼經驗 有甚麼經歷 到底有甚麼帶回來香港 很想和讀者分享一下 主題上面有些甚麼特點 主題上面其實幾方面 第一 就是我們會有些實用資料 因為都知道 很多人出去工作假期 他們都要知道 怎樣去到那邊 基本找工作 或者是一些生活方面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我們都會想一下 到底會不會很多人 當他們去想工作假期的時候 其實想到了 但是他們又不知道要怎樣做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多些準備 和一些分享 給他們知道更加多的實際的情況 工作假期是怎樣 以至於我們在那邊 有些甚麼反思 或者是一些得著 都希望帶給我們讀者 當初為何會有推出這本書的念頭 當初因為發覺很多人 其實會是覺得 嗯 工作假期到底是怎樣的 會有很多幻想 我經常都跟人說 其實工作假期 他可以很開心 但亦都可以很傷心 可以很浪漫 亦都可以很實際 我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讓大家出發之前 想清楚 知道實際情況 才決定去不去的 那其實這本書的讀者對象 又是甚麼人 幾類人 第一類可能是一些 心思思想去工作假期 但又未想清楚 到底去不去好的人 第二類可能已經決定了 要去的了 但實際情況要怎樣呢 或者去到到底做些甚麼 要有甚麼困難挑戰 要克服呢 第三類就是可能一些 對工作假期有誤解的人 因為我聽過有些人 可能是網上高 或者是一些老闆 他們覺得工作假期好像很浪費時間 或者純粹去到玩 不負責任 我們想各位明白 其實實際情況未必是這樣 那有難忘的經歷 可以跟我們分享 難忘的經歷 其實有很多 包括在農場做事 我也曾經在農場 逗留了半年的時間 主要是做士多啤梨的工作 種士多啤梨 包士多啤梨 或者幫他一些剪枝 其實都頗辛苦 有時四點鐘要起床工作 接著又會做到很累 很難忘 那其實至於有多難忘 不如大家去看看我們這本書 那就會一清二楚 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拜拜 謝謝 繼續書展的報導 今屆的書展有超過400項的文化活動 最引人注目的是敦煌莫高窟的展覽 首日所有網上預留的門票全部爆滿 主辦單位預留了部分門票 被職場排隊入場的市民觀賞 由張家敏報導 要看到敦煌莫高窟的增跡 不用親身去敦煌 現在在書展的展覽廳也看到 在360度環迴投影機當中 可以看到不同的壁畫 人間淨土走進敦煌莫高窟 早上開始展覽 市民可以在網上訂位 而首日的網上登記名額已經爆滿 主辦單位有少量名額 被現場飲食入場 其實我覺得他宣傳做得不夠 因為當我知道可以報名的時候 已經不滿了 今次的3D片段是由成大A-Live 敦煌研究院 和香港敦煌之友 用半年時間製作 將未開放的220號洞窟展現出來 可是現在面臨的矛盾 就是來的人越來越多 那麼進到洞窟之後 大家人多了之後 呼出了二氧化碳 對這個壁畫 它有破壞的作用 那麼時間長了之後 這個壁畫就逐漸脫落了 或者變色了變黑了 新王研究院的趙昇良博士表示 展覽的目的是令洞窟在不受破壞的情況下 有更多人欣賞到中國古代藝術 M21news記者張家文報導 今年是韋斯利系列小說面世五十七年 書展特別設有韋斯利五十七年展 由傅仲恩報導 韋斯利是小說一直深受讀者的喜愛 多年來改編成無數他隻人口的電視劇 今屆書展除了會展出毅刊的親筆手稿之外 亦展出了當年的報紙連載原稿 中港台漫畫家眼中的韋斯利 主要就是想知道一些多些不同的 和韋斯利有關的東西 以及其他人會怎樣整理他的資料 然後再給我們看 一直都有看 以及結構性 真的令到你去追 有選賞趁今次的指南 向買書的讀者送出 有危刊先生親筆簽名的打游詩 限量一霸風 已經在開場後一個半小時內送完 有讀者得到打游詩之後 表現得非常罪弱 就是找一本書 找書名 找作者我都找不到 所以來到這裏 還找到最後一封 真是奇蹟 有市民希望藉著這次展覽 加深對韋斯利的認識 更表示希望下年書展有類似的展覽 M21news的副總因報道 今年大會邀請了陳冠宗出任年度作家 在三樓的文藝廊設置了一個關於他的展覽 由黃耀興報道 陳冠宗於上海出身 四歲到香港生活 在1976年創辦香港城市雜誌《號愛》 並與著名文化人、媒體人 共同創立《香港牛棚書院》 為香港文化藝術立下貢獻 展覽中展出了陳冠宗曾經參與創作的雜誌、劇本 以及介紹他的著名小說 包括有香港人集體回憶的《我們這一代香港人》 吸引不少讀者觀看 有讀者表示欣賞陳冠宗用小說的形式 反映中國當代社會的現象 以及他對中國人權問題的獨特見解 以前有看他的雜誌 《號愛》 我覺得他很有理想的一個文化人 觀察入尾對世界觀和地方看得很仔細 陳冠宗先生將會在書展期間 出席三場分享會 和讀者交流創作心得 由M21news記者黃耀興報道 書展請到張大春和黃家衛進行一場名為 張大春、黃家衛尋找一代宗師的工作 由馬家衛擔任講座主持 等林明洋帶大家看看 今年書展邀請了張大春、黃家衛導演 進行一場名為張大春、黃家衛尋找一代宗師的講座 跟由馬家衛擔任主持 現在等林明洋帶大家看看 電影《一代宗師》籌備年拍攝足足花了十年 電影以外拍攝背後的故事同樣令觀眾感到好奇 今年書展 《一代宗師》的導演黃家衛 聯同有份參與劇本創作的張大春 和觀眾一起解讀一代宗師的創作歷程 我們看看觀眾對這個講座有什麼深刻的地方 深刻的就是他們整個主題強調的等待 就是對於文化創作人而言 就是不能急功近利 需要花很多時間可能去準備一些 可能跟主題完全不相關的一些知識的積累 但是到最後都會因為總統的機緣巧合 最後完成他們的那個文學成果 都會覺得我對他那本《大堂李白》都挺好奇 因為他那本書我覺得寫了很多 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 原來他說的李白是這樣的 不跟我們讀書或者所接觸到的資訊都不一樣 張大春先生也介紹了即將推出的《大堂李白》 讀者都對他本書有所期待 更表示因為他的分享而對李白有新的認識 M21news記者林明陽報導 《名人講故事》是每年書展在兒童天地的重點節目 今天邀請著名藝人林曉峰為一眾小朋友演繹特務喜揚揚 《名人講故事》是每年書展在兒童天地的重點節目 而今天邀請著名藝人林曉峰先生為一眾小朋友去演繹特務喜揚揚 西牛景長突然之間很緊張說 來了來了大家留心看看 林曉峰用了風趣幽默的手法和小朋友去講故事 又和小朋友互動一問一答 看看他們多投入 準備了 1 2個 慢著我數3才彈 預備 1 2 3 嘩 我彈到滴汗出來了 好可憐 他還為不同的角色配音 7 第4個按3 第5個按7 大朋友或小朋友都表現得非常雀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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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他這個方法是由哪個啟發他這樣做的呢 我爸爸是很擅長講故事的人 耳如目染之下 我都喜歡這種講故事的方式 我想都是家人影響的 M21news記者蘇總坤報導 接著又陳仲廷說回星期四書前有甚麼節目 謝謝 星期四十點半在會議室S428 由少數人的讀書會 由蔡東豪主講 參加者需要先看他的香港溫布頓 之後敦煌研究院研究員趙昇良 在S224講敦煌碧畫與唐代藝術 而台灣作家李維青的講座 題目是《台北的少女學》 地點是S226 這兩個講座都是以普通話進行 而人間淨土就進敦煌莫高窟的3D展覽 由11點到晚上8點50分在會展大會堂前廳舉行 想拿活動門票要在網上登記 而主辦單位會有少量的名額 讓現場人士入場 至於在下午2點到3點半 有本年度作家陳冠中的第一場分享會 主題是《香港未完成的實驗》 地點是S224 同樣時間在附近的會議室 也有建築達人去運行跟大家講 創意與實用香港建築的設計 而太空館館長陳紀雄2點半 跟小朋友講故事 地點是兒童天地 而2點半到4點半 由陶傑主持梁鳳兒主講的 《我們的故事之亂世家人分享會》 地點是演講聽一 5點 賀明生在S222 和大家講下 世界以外的秘境 儀式北韓 同樣時間 S224有思考香港政治講座 講者是劉兆佳 今天時間又差不多了 星月4同樣時間 和大家報導舒子知識 再見 再見